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欢迎县议会定期大会25号 首先是由嫌疑员张美慧进行质询 并且针对了16股大道直通富强路 路数修剪自治条例 大花莲都会运动公园设置议题提出了多项建言 欢迎县议会定期大会25号首轮是由 县议员张美慧提出多项建言 并表示上年三年多来提出17项建议案 县府也已主项完成 不过在最后次的会期当中 也持续追踪12项提案 那这些12项也包含有建设有观光 也有农业 那也有教育处等等的一些相关局处有关的 我在议程当中都特别请县长能够回答 像是在有关于花莲后站 就是六股大道 能够从富强路可以直通的这个建设的议题 那还有相关的路数的修剪的自治条例 花莲县应该要来拟定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左仓运动公园 我特别建议能够县府把它纳入 花莲113年到116年的综合发展实施运动方案 把它成为大花莲市的都会运动公园 那我想这整个包含有小巨蛋 包含有国服运动园区 如果再把左仓运动公园纳进来 我想这是一个花莲很有代表性 在花莲市的一个运动公园 很多孩子们这打扫公厕的这件事情上 我建议县府能够用一个委外的一个方式 委托专业清洁公司在每年寒暑假 能够有进行整个全线性的学校去打扫 那平常孩子们只要做日常的维护就可以了 否则有一些学校的公厕脏乱 那学生不敢喝水 因为会憋尿这个情形就可以来避免 那还有代理教师能够补足 一年12个月的薪资的问题 还有以及日出大道的一个工程的缺失 以及希望我建议在南北向的一些街道 旧城区也能够有一些环境景观的改善 还有美轮溪的左岸 还有280公尺没有堤防 就是上至桥到中正桥 那希望县府能够加快速度 这已经进行三年多了 我们希望能够快一点 花莲火车站的管理的全责 以及推动无障碍旅游的一些办法 那还有这个补助一些轮撞口服疫苗的 这些相关的议题 我也都在这一次的定期大会当中提出来 建议县府在以花莲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一起来努力 那在相关的县政的工作的缺失 相关议设的不足上 我也继续的会来监督 建言张美和表示 虽然这是最后一届最后一次的县政总咨询 他也把握好50分钟的时间 提出坐向建言 也希望县府能够加以协助 让地方更有发展性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